台中市政府教育局21号在利宝探索乐园 举办点灯之爱特教班亲师生户外教育活动 邀请全市1200多位特教师生 体验趣味体能游戏放心探险去 一早来自台中市各个学校特教老师和家长们 兴高采烈带着学生们来到利宝乐园 展开一天有趣的户外活动 台中市教育局局长杨振生 在表演场一一欢迎同学们的到来 每位学生都展露兴奋的笑容 开幕仪式中 杨振生局长代表市长至此表示 市长卢秀燕上任之后 落实特教生全方位学习与照顾 教育局安排点灯之爱 户外教育活动 让学生拓展生活经验 在活动探索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这边也非常地感谢市长 市长妈妈特别准备了纪念品 让我们又掌声谢谢我们市长妈妈 已经登仪式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起点灯 我们就用热热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同胞卢 这一首拍一首歌 主要是希望让我们 我们的小天使们 我们的宝贝们能够有机会走到户外来 因为他们也很难得 因为有时候交通的各方面的因素 那希望我们借这个机会 也能够让他们的大肌肉 小肌肉能够活多的运动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办这样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目的所在 其实我带退教班有一段时间 然后教育局就是历年来 都会举办点灯自爱的活动 那给我们小朋友有机会可以到户外来做一些 像游乐设施这些 因为平常其实游乐设施是他们比较少能够去玩的 但是借由点灯自爱他们举办在立保这样 我们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还是第一次到游乐园来 他们都非常的兴奋 然后也很开心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这样子 台中市政府今年在立保乐园园区内 安排放心探险区 奔战教育活动 包括强棒初级 信心十足 一键双雕 针友一套 灌篮高手 胜利投手等六个关卡 让特教小天使们可以借此进行大肌肉与小肌肉活动舒展 在各个闯关游戏中 同学们尽情游乐 体验难忘的学习历程 留下欢乐美好的回忆